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平壤的藥局進行視察 從畫面中能看到電源背後的架上有不少空缺 藥物擺放並不齊全 就連位在首都迎接國家領導的藥局都尚且如此 可見北韓整體的醫療物資供應實在不樂觀 北韓因為資源短缺 全民醫療體系始終不完善 政府喊出以治療為主的防疫方針 但大多北韓人生病時 只能拿醫生的處方簽到當地藥房買藥 如今藥物短缺就連金正恩都親口證實 國內大部分的藥局都不具備完整條件來支援防疫 北韓在16日新增26萬多例發燒個案 並有6人死亡 一共累積超過148萬人發燒 56人去世 但有南韓學者認為北韓人民沒打疫苗 這樣的死亡比例並不合理 再說北韓沒有PCR檢測 政府只單純用發燒來判斷確診 忽略了很多染疫者會呈現無症狀 南韓情報部門也表示 北韓實際的染疫死亡數 恐怕比官方數字要高出4到5倍 北韓官方電視台最近播放了這支宣傳片 向人民宣導新冠病毒的資訊 整支影片雖然拋出很多客觀數據 但都沒有提到最關鍵的疫苗施打 還表示大多染疫病患5天後就能夠復原 有分析認為北韓目前的疫情已經超出政府能夠獨自承擔的範圍 除了南韓和中國已經表態孕逸之緣 俄羅斯也可能在短時間內向平壤當局伸出援手對抗疫情 環宇新聞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您確認一次 指定者跟嘆备 享受